就不能出门啊 就躲起来 我们平常也就在做隔离的动作 不会接触人群嘛 除了录影以外 那都是在空旷的地方 所以还OK 综于天王也感受到疫情紧绷 吴宗憲最近就是尽量宅在家 对这个就要特别注意 就跟开车一样 我们不只小心不要被人家撞到 你也要小心不要去撞到人嘛 将防疫比喻为开车 不过针对近期留学生返台 引发两派论战 献哥也有话要说 你不要以为说 你不差你一个 我去外面喝个咖啡 或什么罚50万 运气很好 他们刚好都是已经回来了 之后才发生这个疫情 路西派是12月26号就回来了 纽约那个是更早 疫情重创各大产业 粉丝也关心 献哥副业是否有受影响 疫情改变了剧情 已经开工了 大概60%的驾动率 因为没有人 不是没有机器 机器是有的 原物料都有 我们反而是成长 因为我们主要是 都是网络行销 献哥身为老板 旗下艺人 辛龙的老婆 刘真最新病况 她语带玄机 状况就一样要由家人来讲 有任何的那个消息的话 很快会让大家明了 刘真病情 究竟有没有好转 献哥话未说清楚 让粉丝很担心 解正中的预航台报导 谢谢大家